日常出行的地铁金线恶鬼 不仅缠满绷带还手持巨斧 只见恶鬼举起斧头 朝着乘客狠狠劈下 眼见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便继续朝下一名乘客坦去 就在不久前 公借和姐姐出门购买礼物送给母亲 两人挑中一件连衣裙 剑子前往更衣室试穿 可就在她脱衣服时 地下却出现了两双腿 难道更衣室中还有人 当剑子换好衣服后 从镜子中看到一只愿脸 对方扭过脖子对她说道 您穿起来真合适 我刚才对照过了 剑子的心态瞬间崩溃 哪还有空欣赏衣服 本打算送给母亲的礼物 也只好穿着离开 她实在没勇气再去换衣服 之后两人准备乘坐地铁回家 可就在这时 地铁中突然出现 一只手持斧头的恶鬼 朝着乘客们一一砍下 奇怪的是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见恶鬼的模样仿佛在寻找什么 接着恶鬼开始一个个地砍下去 剑子立马慌了 不用多久就要轮到她 必须得更换位置才行 突然一个男人起身打电话 结果被恶鬼一顿狂砍 发现不是她吼 又继续回去挨个P一边 剑子立马慌乱 如果起身的话 她和弟弟就会马上遭到攻击 难道只能等着挨P吗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恶鬼身上的触手 指了指剑子旁边的人 女人的嘴里也有怨气传出 随着恶鬼一斧头下去 女人体内的怨灵瞬间惨叫 恶鬼立马将她扯出来 然后关进了口袋中 现在终于轮到剑子了 面对这么凶猛的恶鬼 剑子也只能认命 不久后地铁到站 斧头也披进剑子脑中 好在并没有什么危害 而我们的剑子表情震惊 下车后的第一件事 却是先去购买内裤 第二天放学时 剑子的班主任 应产假准备回家休养 可剑子却无意间看到 有志愿灵在纠缠老师的肚子 显然是打起了孩子的主意 剑子连忙提醒 让老师注意安全 然而老师却告诉她 今度は大丈夫 って気がするんだ 今度は 実は 二人目なの 生まれて来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けど 男の子でね この子は お兄ちゃんの分まで 目一杯可愛がってやるんだ 不思議だけど 大丈夫って気がするんだ 燕灵伸出小手 与老师隔空相握 身体也开始逐渐消散 夜晚剑子对自己产生质疑 面对燕灵们 她总是带着不好的目光 但大多数却是善良的 都是别人无比怀念的人 于是她下定决心 要好好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然而下一秒就惨遭打脸 面对突然出现的章鱼怪 剑子瞬间慌了 無理 どうも気がする 第二天搬上来的新的班主任 可出乎意料的是 这人居然是之前的 虐猫狂源你 我